大家好 我是天狼 很多花友 尤其是新的花友在揪集 我这月季到底怎么浇肥 今天天狼就拿个实力来跟大家说 你看这边花长得够可以的吧 是吧 长得很大 而且下面有四根笋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很牛 那么告诉大家这棵花 我们是三月份这么大点的牙切小苗 种的 然后到现在六月初长这么大 是不是还是不错是吗 那你想要养成这么大 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苗我们的是最小的血盘苗 你买的任何一棵苗都比它大 第二个的机制就是天狼月季专用机制 第三个盆我们只是选择了一个 口径差不多21 22左右的一个爱丽丝的一个盆 就这样的一个条件 然后就放我们这小样里 土里面天狼月季专用栽培机制里面 有一点点的缓氏肥不多 然后我们埋了差不多这一盆埋了10粒左右的花钉 然后我们每天如果这一边只浇一遍 那么我们就浇一遍肥 肥是什么呢 天狼月季专用水龙肥 就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等到天逐渐热了之后 我们怎么浇肥呢 如果早上我今天早上浇水 我就浇一遍肥 中午下午干了 下午还要浇 我下午就浇的清水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浇肥频率 那么当下雨天我们就不管了 那雨后天晴我们再补一遍肥 然后它就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符合你的心理预期 你就这样去浇肥 就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次再来说月季